黑色大家都不陌生 但奇怪的是 当我们把它放到电视上 却总是难以看到五彩斑斓的黑 要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究竟何为五彩斑斓的黑 众所周知黑色并没有色彩倾向 五彩斑斓则通常用来形容色彩丰富 多样且鲜艳的状态 五彩斑斓的黑直白地讲 其实就是在黑色的基调上 增加了丰富的细节和色彩层次 创造出了一种看似黑色 但又富有层次感和色彩变化的效果 让五彩斑斓和黑 这两个似乎自相矛盾的颜色同时出现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同样的一幅画面 我们在电影院看是这样的 翻到电视上 要么找不到人 要么屏幕发挥 总之就是白的不够白 黑的不够黑 白相对好解决一些 可以利用发光芯片增强亮度 那黑该怎么办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 以目前最火的迷你LED电视为例 我们都知道 一个常规的迷你LED显示器 光源有许多小尺寸的灯珠发出 照射前方的红绿蓝三色的彩色绿光片 形成我们所看到的图像 当某一处需要变暗时 迷你LED可以通过单独控制区域背光 进行变暗或者关闭 实现该亮的地方够亮 该暗的地方暗 然而 迷你LED的液晶面板 并不能完全隔绝光线的穿透 因此 在背光点亮的情况下 无法显示出纯黑色 这就导致 如果在一组迷你LED灯珠 对应的显示区域内 既有高亮画面 又有纯黑色画面 并且显示器判断 应该点亮该组迷你LED 提供光线的时候 则该显示区域的黑色画面 会有极少部分光线渗透出来 让黑色变得不那么黑 而如果碰巧隔壁区域 显示的色彩是全黑 对应的一组 miniLED灯珠 完全关闭不发光 那么这两片区域的黑色画面 会存在亮度上的差异 这也是电视无法全黑的原因 即产生了光运 其实早在LCD电视年代 就存在光运现象 只不过它的背光源单一 溢光十分普遍 相当于到处都是光运 再加上画质不够高 反倒不会让你察觉光运的存在 而miniLED的背光分区 虽然能单独控制光源 开启和关闭 大大增强了黑位表现 和画面对比度 但实际上 暗部与亮部的过渡区对比 只会更加强烈 光运也会更明显 并且分区多控光也更难 如果没有给力的软件算法和控制技术 反而会适得其反 以上问题 难道就没有解决方案了吗 说到这儿 就不得不提TCL了 他们家最新的万象分区 所应用的自研技术 万象光运控制技术 几乎在每个环节都做到了强效控光 从而压制光运问题 那么TCL具体在每一环施加了什么魔法 接下来就给各位拆解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发光源 新一代聚合光芯 由蓝宝石晶底 升级成了超能高光晶底做支撑 不得不说 亮度真的比以往提高了不少 并且画面层次感也更强了 第一环的亮度功课做足了 接下来就是光从芯片发出后 而在光线传播的过程中 为了避免它四处发散 硬件的调校就显得重要多了 TCL的做法是在发光源前面 加聚光微透镜 通过多重折射实现控光 有了它 光线便会被关在特定区域内 聚光能力可不就增强了 不过这还没完 受传播距离影响 还会有溢光出现 这就像你拿着手电筒 分别照远处和近处 不难发现 距离越远 光线溢出的就越多 要是多个手电筒同时发光 它们还会交叉影响 所以这下面一步 就是缩短背光灯板 到扩散板的距离 TCL采用的微距od技术 od值更小 分区之间的光线就越不容易乱窜 不仅实现了对光运的有效控制 机身也变得更加轻薄 有了好的硬件技术 当然还得配上强大的算法 TCL自研的光影控制算法 可以对背光分区和图像信号进行精确调整 让控光更清晰 真正做到了该亮的亮 该暗的暗 而这最后一步就是显像 电视画质的好坏 屏幕占了一大半的功劳 为了提升原声对比度 TCL使用了自研的高端华星HVA软屏 里面的液晶分子呈叠异状排列 遮光能力更强 对比度能达到普通IPS屏的五倍之多 TCL通过对迷你LED底层核心技术的全面升级 使得电视能够呈现出更真实的画面 和更纯净的色彩 让我们在电视中也能看到五彩斑斓的黑 但迷你LED好画质的标准 不应该只局限于这个方面 除了高效分区外 还应该有持久的峰值亮度 和高还原的色彩表现 像传统迷你LED峰值亮度确实很高 可受背光控制技术限制 高亮画面衰减的也很快 因此在观看一些高亮的长镜头画面时 说不准哪一秒屏幕就变暗了 反观TCL最新的QD mini LED电视C11K 画面保持高亮的时间不是一般的久 这得益于它的炫彩XDR技术 能利用算法精确调控光线参数 提升了峰值亮度和持续时间 确保你的观影体验一直在线 此外升级版的量子点Pro 2025技术 还能将炫彩量子晶体与高亮度完美配合 从而激发出了纯净的RGB三色光源 在提供稳定的高亮度时 画面层次也在增加 明暗对比画面景深也更加深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 在生活中 颜色似乎充斥在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即使是五彩斑斓的黑 五光十色的白等特殊色彩偶尔也会出现 但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人类能看到颜色 只是因为大脑和光 为人们创造出了一个彩色的世界 那么搭载了先进底层技术的TCL mini LED电视 为人类所创造的世界 究竟能不能算是美丽的幻觉呢